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可以可以可以 你说要签名100人 现在您大概有多少人签名支持您呢 在我协会是19个人 有19个人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您现在有人阻止你这么干吗 或者就是你是自由的 你可以继续争取没有任何人阻止你 好 就是我发出去的文章不断的被删掉 就是不断的删你的帖子 对对对对对 这我们在海外也看到了你这份公开信啊 就是说啊 你能说一下就是说你我知道你去年你就这个 因为这个对这个律师管理的规定有不同看法 你已经宣布跟这个律师队伍再见了 那您现在在做什么呢 对对对对 嗯 目前暂时无业了 暂时无业 啊 啊 这个我想 另外一讲我想就这个你这个信里头啊 提出一些看法 就是说你提的这个五点啊 嗯 我想就是说 您您认为就是说这个 啊 司法独立这个原则和这个审判独立这两个东西是不是一样的 因为现在当局在争论的一个点就是好像是这样一个基础性的问题 你觉得这是不是有点这个在小事上下功夫大肆上装糊涂这么一个方法在做呀 嗯 您是说呃 当局的那个态度我是不是要理解是吧 你看那个当局现在他不是发文章说这个审司法独立和审判独立 对对对我 我说当局的 这个作为当局的态度它是很明显的 司法独立是司法独立 嗯 独立审判是独立审判这是两码式 嗯嗯 但是作为我们律师包括我自己的话 我们的理解国际整个国际通行的概念来讲 中国的独立审判或者说独立司法 实际上也就是国际业上的司法独立 嗯嗯 这是头一个概念 OK 只是说中国做的还很不够而已吧 那么那么这个中国的法律实际上并没有规定这个司法过程独立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因为他只是说不受行政机关国家机关的干涉 这个种规定是不是给这个周强炮轰 要对这个或者要对司法独立亮剑给他提供了一个后门呢 嗯 这个事情我的理解是 比如说就我们西方来讲它是多大轮流执政嘛 对 嗯嗯 每一届政府每一届政府算台的话 它都有一个执政的一个党派 嗯嗯 那只不过它西方跟中国不同的是它的执政的党派不断的并发而已 嗯嗯 而中国呢永远都是共产党的执政 所以说我认为说仅仅因为说中国是共产党执政而中国的法律 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中国的法律就不是司法独立 我觉得这是说不通的 哦 你认为这一点说不通 这个 嗯 因为 对对对对 因为在宪法里面已经规定的很清楚了 嗯 这个 共产党的领导只是一个通 这个 一个广泛的概念嘛 直列上在宪法里面规定的是说 人大 全国人大是全国最高的群力机关 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 嗯 而共产党的活动也必须在法性法法律的范围内 所以说我觉得共产党只要做到这一点的话 遵守信法的话 那中国还是司法独立的 只不过说跟西方的司法独立来讲 这个中国还是有一定的他对 嗯 必须要做得更好一些 嗯嗯 啊 您那个好像这个美国有一个学者叫福山的啊 他呢 在来中国讲授这个他的那套政治哲学 然后就去跟王岐山和王岐山见了一个面 据说此人也见过习近平 然后他就希望中国搞能不能搞司法独立 然后王岐山当场就说这个司法一定不能独立 一定是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 那么我觉得你的这个观点就比较新鲜 就是既然中共承认党的领导司法 那么你还认为中国有司法独立 这个这个东西是怎么解释 因为这个好像有点矛盾 嗯 我和他一定讲了嘛 嗯 就是说比如说就我们来讲 我们美国来讲的话 那共产党上台是不是国家的执政党 可以理解成国家的执政党是共产党 这是政党人替对 嗯 可以这样来理解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不对 可以这样来理解的概念 所以说我一直强调的是说 我强调的是说 中国也是必须要有司法独立的 尽管今天中国的司法独立 并没有达到国际通行的那种程度 嗯 但是这种情况 必不 是周常的母义问题它在哪里啊 周常的问题它把整个司法独立 就作为中国的一种终极的追求 比三十 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这样的一个国家 由于你不要去讲司法独立 根本就没有司法独立 它的最大的错乎是错在这里 这个 嗯 所以说只要共产党领导 中国就没有司法独立 嗯 这就是一个很二烈的事情 啊 何况说我个人的认为 我个人的认为是说 中国实际上是不断的在朝着司法独立 这个目标在平静的 嗯嗯嗯 在争取的这么一个说法 啊 这个我还下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想呢 周强这一次这么高调的 这个要对司法独立这个亮剑啊 我认为 对周强这么一个位置上的人来说呢 他好像不会自己独立的下这么一个 宣章性的宣言 那么有听说呢 啊 这个这个讲话是一个更高层的人讲的 而周强本人呢 只不过是到最高法院或者中国的法院系统来 转播或者重述这样一些话 你认为这个 嗯 你认为这个可能性大吗 这个我们 这个我们就不好说了 OK 这也是我这个公关系里面 这个就是我追溯他下台里面提到的 嗯 作为他这个身份 按道理他是最想司法独立的 他偏偏讲不要司法独立 这确实是个很不正常的情况 那么他为什么这么不正常 这个社会上众说会员什么说法都有 嗯 包括你刚才讲的这种说法 但是我个人对这个不好评判 哦 你个人对这个不好评判 嗯 那么 对 对 那么就是说 我知道就是说你 上一次你写信要司法部部长这个 这个下台 啊 这个后来不知道有什么效果没有 这一次呢 你又领头要这个周强下台 啊 这个 您估计会有一种乐观的期待吗 我们所有做这些事情我们正在参与 嗯 嗯 结果不是我们所可以去期待的 嗯 这个 就是这样一种心态去做这个事情 你知道你就是你这种心态 嗯 嗯 嗯 为什么啊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为什么 嗯 嗯 好 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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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讲到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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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强 周强当然就是说他作为最高法院来向司法独立这个亮剑 很多人啊 包括你在内都非常非常的惊讶 又作为这个 啊 这么一个人啊 就是学法律的这么一个人讲这样的话啊 有点不可思议 这是不是你们这一次防响特别大的原因 嗯 嗯 因为这个 他自己你看 这个 您说您说 因为周强在上台的时候啊 很多人对他抱有一种欺望 又说他跟这个原来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那样的人不一样 那个是一个重粹的就是说什么也不懂的人是不是啊 因此呢 啊 这样的话呢 这个等我等这个周强上台的时候啊 人们确确实实对他抱有一种期待啊 我是看到一些这种文章的 嗯 那么这样的你们这样你们这些人现在对他那么气愤 那么你是不是也属于当初啊 对这个周强先生抱有某种欺望的人呢 我当初并没有抱有这么一种希望 嗯 可以说我我对周强是在这个我们这个贾金融还有那个一个一个小三发被因为反抗城管 嗯嗯 这个这个事情我才比较关重他嗯 嗯嗯 所以说之前我并没有对他抱有好的想法还是说不好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说中国的近几年来 嗯嗯 嗯 嗯 那这个司法司法上面的腐败问题嗯 这个一百人是我心目中的一种追求吧 希望有一百个人来参加 但是我觉得说要争取一百个人是很难的 到时候我们有多少人就做多少人的事吧 争取一百个人觉得比较难 对对比较难 肯定比较难 OK 好啊 那个我呢 我们最后的行 这个我的 我这个希望您能够争取到一百个人 把这个信收上去 也希望您的这个最后啊 能够对周强这个人啊 这种行动能产生某种制约 至少有一种民意的制约 是不是这个希望正好满足你的心愿 我想 所有人的行动行为 这个这样军军系流会干嘛呀 人的力量虽然说很小 但是大家的力量都集中在一起的话 一定在同一个时点 会发生这个力量的 相信的 嗯 好 那么祝你成功 嗯 嗯 我还可以再问一下 您应该呀 您贵心呀 我 我姓陈 我是明镜新闻出版集团的陈 陈先生 嗯 我们以后还会跟你联系的啊 嗯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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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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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